老师我们现在台商回流的资金 已经高达6000亿 那也在持续增长当中 那么这些台商回流的资金 它到底会去哪里呢老师 你很想知道就是 超想知道 你过来点哦 不好意思 偷偷告诉你 好好跟我讲 有听到吗 有有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盈盈 今天邀请到代价美分析师 来到节目当中 老师好 哎大家好 叫我股市小攀攀就好了 攀攀小攀攀 对股市小攀攀代价美 好老师好 老师那我们最近有一个法条 跟我们投资市场 是蛮密切相关的 就是这个海外资金汇回专法 等于说是政府提供一些低的 税率的优惠 吸引台台 这些台商资金回来 那因为是最近的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啊 还有海外加长查税的这些 因素影响 许多漂泊在外的台商资金 就想要 归于返乡 对归于返乡 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呢 就是这些海外回来的资金 究竟会去哪里 嗯 是那首先要问老师呢 嗯 这些资金会不会直接 就进到股市来 哎我们股市再做完 万一就可以上去了啊 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 今天收盘指数 大概点位是在10900点左右 是 1万一算是比较高位阶的 所以到股市的几率其实是 比较低也是微乎其微的 哦那他如果不会去股市的话 那房市有没有可能去呢 嗯 房市 那有分那个商用的一个 商用住宅的一个部分 就是 其实 因为有一些法 法条的一个规定哦 比较严苛 其实资金应该不会往那边 哦 去嗯 是老师那我们刚刚说这些资金呢 他既不会去股市也不会去房市 那这些高达6000亿的资金 他到底会去哪里 老师快点告诉我们 他就会到金融体系去做一个 资金parking的动作哦 是 那是不是就是金控的一个相关类股 就有机会去赚这些服务收入 是好像是没错哦 对 所以说就有两档 还不错的一个金控类股 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哦 嗯 其实像2888的一个星光金也 不错 因为他刚好在9月份也被纳入了 台湾50的一个成分股 所以体制上也有做一些改善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金控类股 像是2881的一个富邦金 嗯 他本身1到8月份的一个获利呢 也有4块多 那所以他相关的一些金融服务的 这些收益呢 对他的金控有一个 蛮不错的挹注 所以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呢 这些金融类股怎么操作呢 可以关注我的一个粉丝业 加美爱分享 或是你加入我的Night 也可以知道说 这些个我要怎么去操作哦 是感谢戴老师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记得加入戴老师的Night 那财经解决通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